我这段时间收获最多的私信 全部都是崔庚 崔庚 崔庚 评论区也沦陷在了崔庚里 感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喜爱 那就高潮决战 拉开帷幕 在11月30号 史密斯终于扛不住了 他下令 下节羽里和柳坛里不惜一切代价 撕开志愿军死鹰领防线 而后集合兵力向负胜里方向突围 新兴里的美琪师也接到了师长巴大维撤退的命令 相较于史密斯 他并没有坚决地要求坦克连去营救31团 原因咱们之前说过了 巴大维了解我军的厉害 他明白去救 等于送死 我军一定有人在打圆 巧了 志愿军的总攻时间也定在了11月30号 不过我们是晚上 30号 太阳升起 柳坛里的陆武团二营 向死英领的志愿军175团发起了试探性攻击 炮11团主力加大对柳坛里北侧高地的轰炸 试图掩饰其逃跑之意图 同时 下节羽里的陆一团 争夺志愿军177团的西兴里 同样在考验我军在柳坛里和下节羽里一带的兵力部署 还好175 177两个团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主要阵地并没有丢失 新兴里的美七十三十一团 面对志愿军四个团的合围 且没有实质性增援的情况 几乎陷入了绝境 王牌投钱也的确不是白来的 美军有两种情况下允许投降 要么无法获得补给 要么孤立无援且无法突围 王牌团集力量 美七十三十一团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选择的是顽强抵抗 幸好他们抵抗 否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就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 看下去 天终于黑了下来 到了我们的总攻时间 238 239 240 242 外加从复战湖抽调过来的241团 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和27军所有炮兵 由副军长詹大南统一指挥 向新兴里之地忽然发起围攻 在炮兵1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 新兴里四面八方同时响起了冲锋号的声音 尽管饥寒交迫 但我们的战士依然奋勇杀敌 哪怕还有最后一次力气 也用在了刀刃之上 经过一夜的奋战 直接杀进了三十一团团部 缴获了北极熊团团骑 新兴里之地失去了火力优势 再加之 他们有如虐权般的处境 纷纷开始夺命而逃 他们四级通过长津湖兵面向西逃走 241 242团 利用南侧高地进行围堵 彻底断绝了敌人的念想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总攻队伍白天不再隐蔽山林 因为想要歼灭火力强于我们数倍的美军 只能一鼓作气 反复拉锯的结果就是 永远打不进他们的核心阵地 代价就是 要直面敌人的地空火力 埋伏在1221高地上的 27军 81师 242团 五连 按我军的设想 他们负责歼灭新代理方向的援兵 结果是 敌人没有来 但五连 除一名调队战士和通信员以外 成剑制 冰封在此 新兴里的围歼持续到12月2号 团灭美军团级王牌力量 北极熊团 击毙北极熊团团长和副团长 关于北极熊团是否被全歼 是个比较有争议的点 根据我方五个团上报的战果来看 尖敌数量完全符合新兴里的敌人总量 可是根据美方资料记载 有近千人从新兴里逃回了下界狱里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穷 没有补给 当时我们的志愿军自己都吃不上饭 所以缴械投降的 我们牵过来以后 清点下人数 基本也只能把他们放了 一来我们养活不起他们 二来我们还要追奸 不可能带着累赘 三来我们的军纪告诉我们 不允许杀掉 放弃反抗的俘虏 所以一来二去 新兴里歼灭模范战力 以讹传讹 反倒成为了某些人口中 志愿军五个团 未能歼灭敌人 一个加强团的失败战力 这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说 还好人家抵抗了 要不然成剑制投降过来 我们牵着走一圈再放回去 人家没准能说成 我们五个团 没能围住新兴里